Hello 大家好 我是肉肉 相信所有新老海產們 都已經體驗過前業季的新手教學了 但很不幸的是 這次竟然沒有試設場的體驗 讓全知圈的朋友都被逼哭了 不過經歷過數次新手體驗的我們 這裡有幾個東西 讓新手朋友們可以在前業季藍營前多多練習 事不宜遲 我們馬上開始吧 如果覺得我們頻道的影片不錯的話 歡迎訂閱我們 開啟小鈴鐺 或是加入肉鋪會員成為肉園來支持肉肉 如果覺得廢話太多 也可以使用影片的超級感謝來支持我們唷 首先基礎篇的部分 一共分為5點 第一點 新葉槍的使用 這個地方是讓完全沒有體驗過斯普拉頓的朋友 在僅存的新手教學裡 可以去體驗新葉槍這把武器 這把武器彈道的偏移比較大 但是徒弟效應很好 在新手教學僅存的這個空地之中 大家可以盡可能的去感受 槍支噴發出來的墨的範圍 要如何使用最短的時間 補到最大的地板 這可是祭典的關鍵喔 第二 副武器 在前面這段新手教學 也是唯一可以使用副武器的時刻 按下R鍵會出現跑武線 這個是可以讓你知道副武器投擲的距離 在這個時間點先練習感受一下距離 到時候上場看清楚敵人的腳下 當他後退的時候順勢爆炸 那就連對槍都省去了 飯糰炸彈的爆炸時間很短 但還是有一點時間差 大家可以多加感受一下 二之一 副武器的耗墨線 在潛墨的時候會看到墨罐有一條線 那條是指當你要丟直副武器的時候 墨水量至少要到那條線才能拖出 好好衡量一下墨水的管理 是斯普拉頓很重要的關鍵之一喔 第三點 輕推香菇頭移動 在景縣的空地上能做到的練習還是有的 對於日前的影片有跟大家分享說 全速移動是會有水花跟墨痕的 大家不妨呈現在這個僅存的時刻 來輕輕推你的香菇頭 來試試看多大的力道才可以不讓墨痕出現 這真的是可以讓你在前夜季的時候 好好偷襲你的敵人 絕對讓你感受到無比的暢快 第四點 防水步階梯的連續跳躍 在這次的地圖之中 一定也有不少階梯是需要上去的 但是階梯很短用油的又很卡 甚至還有一些是不能塗墨的 這個時候就需要好好來練習一下跳上階梯 抓準時機是可以讓你連續跳上階梯的喔 再來是進階篇的部分 第一個是塗墨攀牆 在對戰的過程中 其實是非常緊張刺激的 所以每分每秒都會希望盡可能達到自己的目的 包含可以快速上場 快一點抵他高台 那塗墨攀牆這件事情就要好好練習囉 一般來說我們都會先塗墨 游過去然後滑上墻 再來就會是塗墨之後再跳到墻上 進階的就會是直接跳上墻的同時塗墨 按住ZL前墨 跳出去的時候按ZR塗墻面 此時這個時候ZL還是按住的喔 然後左邊槍木頭是一直往前的 準心可以稍微瞄準下面一點 由下往上讓跳上墻面的墨水多一點 這個時候如果是成功的話就會順利上墻啦 第二個慣性取消 這個部分是二代就有的技巧了 它相對的跟魷魚滾星有點類似 都是可以即時往反切換移動的方向 這個部分呢是使用的時候 當你按住ZL前墨時 按下R鍵的時候呢 就會出現負武器的投擲線 但是這個時候呢不要放開R鍵 放開ZL鍵 然後再按下ZL鍵呢 它就會把負武器收起來 這樣就完成一次慣性取消 如果常態想要使用多次慣性取消 只要按住R鍵不放 時不時的放開Z鍵再按回來 就可以一直使用慣性取消 這個技巧呢 在二代呢 非常多的高手都會使用 我自己是還沒有練好這個技巧啦 那我們三代一起練吧 第三點 魷魚滾行 在這個新手教學完全沒有提示 要如何使用的魷魚滾行 經過我們的測試 發現它其實可以使用的方式太多種啦 基本上它的觸發條件呢就是 單向全速移動的逆方向 加上B跳躍就可以觸發啦 我們如果把移動呢 設定為8個方向 假設我們設定向前移動 只要不是向左前或是右前 都可以觸發魷魚滾行 萬言之 如果我們旋轉移動方向 如同我這邊做的這個圖案 等於其實可以使用超多方向的魷魚滾行 然而魷魚滾行呢 是沒有次數的限制 只要你觸發的按鍵時計按得好 目前我的測試是可以一直使用的 雖然也沒有什麼機會可以讓你這樣一直使用啦 但我覺得多角度方向的使用 真的是非常的不錯耶 不過真的需要花一點時間來練習一下啦 這個可以讓大家好好的花時間來感受囉 即便沒有試射場 但可以做到的練習還是有的用 接下來呢關於呢 我已經離開了新手教學 如何重新進入新手教學 這裡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首先呢先進到這個 Switch的設定頁面 選擇資料管理 然後最下面的清除儲存資料 再來選擇斯普拉頓三前業季 然後去清除你想要清除的那個賬號 這樣呢你就可以重新回到新手教學啦 不過如果你已經投票了 這個就是不可逆的啦 只是可以讓你再回去練習一下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 如何在前業季之前 還可以做到的練習 攜帶28號前業季 跟大家在線上相會 如果大家覺得我們的影片不錯 記得給我們一個讚唷 感謝大家的收看 我們就下次再見啦 掰掰